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这是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讲的是 印度佛教思想史讲义 那么下册 那么在我们的第十四支三页 也就是第二节 第二节就讲 融为事而成的真常为心论 它是融了这个为事而成 那么也就说 其实真常为心论的 这个思想起得很早 但是它成细很晚 记得在不拜佛教里面 其实也讲过 印度 它呈现倒三角形 恒河两岸 在这里 那我们说佛陀在世的时候 我们要朝圣的话 大概都在恒河两岸 没有离开恒河两岸 佛陀涅槃之后呢 经过经典的节级 还合合一味 那大概再过了一百多年 那么空间就逐渐的扩大 那之后呢 因为戒律的问题 那么起了一些看法不同 因为西方比丘到了东方 发现说 东方的比丘怎么会 佛陀治比丘是去托波 结果他不是托这个食物 而是托金钱 开始就开始有了这个争议性 所以他们就 还是要做一次的结级来论断 到底哪一边对哪一边错 当然结级的结果呢 就说这个东方比丘 这样是不如法的 但是呢 这个时候因为也 距离佛陀涅槃的时期 已经也一百多年 已经也很难去统合 虽然说他这个不对 但是这个会属于很大的部分 就是说 他会比较律众根本 属于那种比较琐碎的 的戒律呢 那么已经不是大众能够去持的 律众根本 是大部分的人 但是会有一些 在修行上比较严谨的人呢 他会觉得要怎样 要轻重等持 所以这两者呢 他就会 会物以类聚 属于轻重等持的 其实他都比较属于西方这边的 那东边这边因为也受到欧难晚年 欧难他其实他本身是很菩萨横 虽然他也现身文相 但是呢 因为欧难他影响了东方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他的那个思想比较自由一些 因为他觉得把根本大坚守好 所所碎碎的这个部分呢 比较没有关系 而且比较重法 所以当这个 虽然也经过了 这个第二次截戟 但是呢 其实这个分裂的情况是 已经变成自然的一个趋势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所谓的什么 大众部 这边就是什么 上座部 上座部 这边比较严谨 这边严谨啊 所以就会分成这两部 那之后呢 这边还有一部分的 会觉得说 我光是这么样子的严谨 其实不尽然 所以他会有一个折中的学派 叫做什么 分别说部 这个分别说部 会一直到哪里 西兰 到西兰来 然后这里呢 就又往西北走 就会出现所谓的 说一切有部 说一切有 跟这个独子部 独子部 所以我们说 从一位合合而分成两部 又变成三系 之后又变成四部 又变成四部 那这个四部 因为我们现在在讲 虚妄为师系 是不是跟 说一切有部 有很深的关系啊 我们早上也讲 这说一切有部 其实它又分成什么 东方的加斯弥罗斯 西方的什么 剑陀罗斯 还有什么 金部 其实它这里又分成三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金部 它是不是也倾向于大圣啊 因为持经辟喻嘛 那以说一切有部 来说的话 它的那种论点的 这种论意的能力 是很强的 那后来我们说 其实虽然它分成这么多部 其实它又有两个部分 两大部分 就是这个会结合 这边又结合到一起 那这里就是所谓初期 等于是 大中部会往南 分别说部也往南 所以呢 大圣呢 是兴起于南印的 大圣佛法兴起于南印 那大圣佛法呢 它比较怎样 重性 原则性 把原则性持好 琐碎的比较没关系 一旦重性的话呢 它会跟空会结合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它属于生文圣 因为说一切有部 它本来就很强于生文的论点 阿比达摩 它属于小圣 它属于北印 它在讲说一切有嘛 都是从相来讲 而且它重什么 重有 那我们说 初期大圣 其实是大中部结合了 说一切有 分别说部 大圣兴起于南印 其实它是起于南印 起于南印 所以我们说这个 属于真常维心系 其实它起得很早 那当然之后呢 它还要大成于北印 就是跟说一切有部 这边再去做一次的结合 所以我们说 这里就可以看到 在第十五 在第二节 新起于南印度的 真实常驻的如来藏 有没有 如来藏 唯一的这个说法 还有呢 起于北印度的 虚妄无常的 阿赖也是 唯一的这种说法 有没有 一个是从南 一个是从北 如来藏说 如来 这个珍藏的如来藏说 从南印 往北 这边说一切有部 后来形成所谓的 珍藏 那个虚妄为世 它是由北而南 一个由南而北 一个由北而南 到了中印 做了折中 做了这个贯通 跟折中 有没有 好 新起于南印 那么它是 真实常驻的 如来藏 唯一 好 的这个说法 好 跟新起于北印度 虚妄无常 好 虚妄 为什么说它虚妄 好 是因为这个 我们所见的 都是无常的现象吗 好 那这个是属于什么 奥赖也是唯一 有没有 好 所以我们也是在讲 呃 早上我们讲 维世系 维世系 它依在哪里 欧赖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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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如来藏 那这个都是为了什么 为无我惧 的外道 希望 他们虽然 讲无我 会怕 但是呢 也就说 这个叫如来藏 而且这个是叫做我 那么它当一个方便的那个 那个桥梁之后 是不是还是希望能够 导到什么 无我上 为了要去摄取 去引导 这些寄我的外道 因为它已经对神学了 这些都是比较讲神我 大我的 那 因为他们害怕无我 所以呢 也可以从 有我 从有如来藏我来说 希望他们还是能够入佛门 之后是不是还是希望 引导到无我 的禁定 因为这个才属于 这个才是佛法的那个本质啊 那以 以为世系来说的话呢 为世所变现出来的这一切 这是外境 那这是世 它有能的部分 跟所 对不对 为世变现出所变现出来的世界或者境界来讲的话 我们说它是不是虚妄的 回头应该要知道这个世是不是也是虚妄 为什么说它是也是虚妄呢 其实还是要达于无我 因为我们的这个我都容易落在这里 尤其是第七意识本来就是非常的 无始节以来一直值着有我嘛 我们第七意识是不是有聚生我值啊 一直都是有我的 那我们往往呢 会知道为世所变现出去的外境是虚妄 回头是不是应该这个也虚妄 并不是说这个不存在哦 所谓的虚妄就是它是无常的 它还是无常 好 那 就像 讲 我们会觉得有我 为什么说无我 我是不是还是无常的啊 有一时何何出来的我 之后这个我是不是还是会离散的我啊 是一个虚 等于是一个虚妄的我嘛 所以呢这种我们不要去执着这个我 其实佛陀要教我们的真的是 无非都是希望透过无我 因为透过无我我们是不是才可能解脱生死啊 我们为什么轮回生死就是因为有我嘛 能够解脱跳脱出来是不是还是要透过无我 但是往往我们可能先接受了这个 但是还没有可能都还没有能力回头来放下这个部分 甚至我们还紧抓着这个不放 紧抓着这个是而不放 就像我们紧抓着这个我而不放 其实它的目的都是在于怎样 还是要去除我之的 这个无我也就是要让这个我能够怎样 破除嘛 是不是还是要破除我啊 虽然也可以透过我来谈 但是是希望能够破除我而达于无我嘛 对不对 这是佛法的本质呢 佛陀时代所讲的是不是就是提出无我来啊 其实就是提出无我嘛 这个如果有我事的话就变成有我啊 连这个事都要知道它是虚妄的 才能够达于无我啊 等于说先知道外境是虚妄的回头 是不是也我们也在讲 连这个事是不是也都要放下 能够放下的话才能够达于原成实相啊 有没有 谁不要能索二空啊 不只静的空还要事的空 有没有 一个是相顾一个是分别顾嘛 一个就是二空顾有没有 要二空 静要空事也得空 之后才达于什么 原成实相真理的现象嘛 但是说实在我们都还没到后面的 的那个阶段我们就停在前面的阶段 容易停在前面的阶段 好那这两者来说的话呢 他这两者说 因为一个从南而北一个从北而南 看起来好像是对立的 但是传入中印 因为他正好一个由南而北一个由北而南 传到中印正好有了 折中与贯通 那就等于他这当中呢 他就会有这个汇通之处 那么所谓的如来藏本来不一定说是心 但是后来也就名为如来藏心 好那这个心呢 好在梵文来说的话 其实有两个意义了 一个叫做植多 好所谓的植多呢 是心意识的心 就是无形的 好一个叫做汉利陀 好它是心脏的心 好这个要加个月之旁 肉之旁 心脏的心 或者树木的心 好树木那个年轮当中 中间是不是有个树的心呢 它这个是比较有形的 一个是无形的 一个是有形的 好那所谓的无形的呢 我们讲我们的心 心到底在哪里 那个心 我心在不在这里 有没有 人虽然在这里 心是不是有可能不在这里啊 的那个心是什么 是上面的心 还是下面的心 上面的 是心意识的心 人在这里 心脏是不是一定也在这里啊 的心是什么 这个汉利陀是 是那个心脏的心 对不对 人既然在这里 心脏也一定在这 心脏不会跑掉 但是我们心意识的心 会不会跑掉 会跑掉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层次 一个是无形的 一个是什么 有形的 好那以无形的来看待呢 好这里就讲到说 这个习惯用法就是 一般的心理作用的通称 而且它有特有的意义就是 这个心有没有讲到 有极起的心 有什么 种种的心 这个是不是深浅的问题了 好下面的 那个七八两四 是不是极起的心 上面前六四 是不是种种心啊 好那这些 是不是都无形的 不是心脏的心 好但是呢 也有一些是在讲心脏的心 好比方这里说 一般书目中间有一些比较密实的 好所以解释为坚实的 引申为心水心药 好或者肉传心 好是个人 个体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一切的心理作用也依此而有 好也有可能 好所以这里说 若远行独行 无声昧于哭 好也就是 我们的心 那个心意识的心 可能会跑掉 好但是呢 这个 等于说我们的那个 什么心 好 还是要有心脏的心在里头的了 好所以这里讲到说 直多的心是没有形体 但是却 潜藏在洞窟里面 的这个洞窟 好这个窟呢 就是心脏的心 好所以 它是不一样的 好等于一个是有形的 一个是无形的 那这里讲的 无声昧于哭的这个窟 那么是 是心脏的心 好 好所以在 关于这个心呢 比较从什么 直多的这个部分 无形的这个部分 来看待 好 那么在 这个欧函里面的 增织部 好 就会讲到 所谓的心 好 这里说是极光镜的 好 是使心成杂染的是什么 是随烦恼 好 是随烦 所以随烦恼 它是客 所以前面就讲 前面这部分是那个经文 说心急光镜 而为客随烦恼 杂染 其实在 欧函增值部里面也经营 好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后来这个会变成 是不是珍藏 它常常拿来用的 好 说这个里面 这个如来藏 是不是清净的 如同模拟宝珠一般 我们的烦恼是不是客层所染 这也 就说 纵然是正常维新戏来说的话 它也有一些 是要取之于什么 它要有点法源的基础 它也是一定要有法源的基础 所以它这里说 这个随烦恼是客 是外溯的 而不是新的自信 从里面 这个显发出来的 好 所以后来就形成 所谓的心性本境 客层所染的什么 成语 尤其在 正常回心系 是不是经常这么说啊 我们在讲的过程 是不是也说了好几遍 中间那个是清净的 我们的烦恼 客层 客是不是 是外人啊 家里的人 是内 里面的人嘛 对不对 所谓的客都是什么 外来的才叫做客 好 那在不派佛教 不派佛教的时候 心性是否本境 会成为不派佛教兼 重要的那个论辩的项目 不禁然所有的都认为 心性本境 那之所以会分裂就是 因为有不同的看法嘛 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所以我们说 看到不派分裂 如果以世俗的观念 觉得好像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因为不派的分裂 是不是才提供多样化的 多角度的思考 其实也汇集后来 初期大圣的兴起 大圣佛教本来就是要 非常广泛的 从各个角度来看待的 而不是只有 从某一个角度进来的 所以不派来讲的话 心性是否本境 本来就是他们很重要的 一个论辩的项目 那到了初期大圣 伯瑞经典里面也讲 心性本境 但是这里的心性本境 是在讲心的空性 那其实如果以初期大圣 信空为名系来说的话 这里也讲嘛 不但心本境 心是信空的 空性的 是不是所有山河大地也信空啊 对不对 一切法是不是都是信空的 也因为 这里的本境是因为 信空的缘故 把它称为本境而已 其实我们说初期大圣 他是不是比较强调在 信空上头啊 那而且我们说 信空为名系 他是不是没有界限的 他不是从有情众生做出发嘛 山河大地 乃至于田园宅舍 是不是都是信空 是不是都是信空的 因为缘起信空 它是真理法则 通彻一切嘛 没有一件事情不信空 连思想观念 是不是还是信空啊 所以心经里面也讲 无苦极灭道 是不是 无智亦无德 有没有 这些其实都在讲什么 讲信空啊 好 所以呢 不但心本境 其实一切法都是信空 那也都叫做本境 所以 如果以初期大圣 在讲心性本境的 这个本境 往往也是透过信空的缘故 那大制度认识 龙树菩萨的 重要的论著 来说的话 这里也讲 毕竟空即是毕竟清净 一人为空 故也很清净 因为一般讲空 其实不仅 有些人害怕无我 也怕空 有没有 如果我们没有很正确的理解佛教的话 尤其不知道佛教的这个圣生含义的时候 是不是一谈到无我 谈到空 我们头就大了 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 当然我们说 如果能够根据应顺导师 那么 那个很深入的来解释 龙树菩萨的思想 因为龙树菩萨是不是专门 在产阳信空为名 这样的观念 中道的观念 中观 其实我们是很难很正确的理解的 那如果我们很正确的理解的话 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会叫做毕竟清净 是因为空的缘故 本来应该就直接讲毕竟空嘛 有没有 波瑞将入毕竟空 是不是 绝诸细论 方便将出毕竟空 沿土守生 是不是 其实本来是不需要 如果我们正确理解就不需要 但是还是有人为空 害怕空 所以呢 就把这个空转为清净 转为清净 所以这里讲到 本性净跟本性空 其实是同一个意义啊 所以不能把它意解为 心的本性是怎样的清净庄严 他并不在 不是在强调那个清净庄严 其实是不是在 表达那个圣身的空意啊 因为空性本来就是难理解的 所谓的空性 是不是在表达那个平等性 有没有 我们常讲说 要升官因缘法的平等性 是不是就是在讲空性 或者叫性空 有没有 所有一切因缘法 是不是非常的平等 所以能够自由的排列组合 所以才能够怎样 圆生圆灭嘛 圆生圆灭 是不是就所有的圆起法 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圆起法 是因为 所有一切因缘 都是那么样的平等 所以 所谓的平等性 也就是空性 对不对 但是我们如果不是 正确的理解空的时候 又怕无我 又怕空 所以 也只好稍微转一下 那么把它叫做清净 这样能理解吗 所以这个清净并不是 我们想象的那种 清净庄严的那个清净 好 那这个是 属于 从 欧函 到不派 到初期大圣 龙树菩萨更是 出其大圣的代表人物 对不对 接下来就是 于潔 如何的来看待 好 于潔系 也就是 虚王维师系 对心性本境怎么看 好 那当然 要引的就是 他们的论点 好 著作嘛 这些 这些大论师 大论师们的著作 好 那尤其是 于潔系的什么 本 根据就是 于潔实体论 好 再讲到说 心性的本性来讲的话 不是烦恼那样子的 不清净 好 那么 也就是说 如果在事起了染爱的话 那么就是因为 与烦恼聚起的关系 也就是 是透过染 透过染爱而烦恼 由烦恼而 而 而染爱 而不清净的 那论心事的这个自性 也可以说是本境的 那么这样也会会通经说 不同于心性本境的这个学派 也就是说 心事本性无忌啊 就是说 以 于潔系来看待的话呢 他会把我们的那个 第八阿赖也是里面 含长的种子分了三性 不只善性恶性还包括什么 无忌性 无忌性 所以他们会认为说 所谓的心性本境 是跟所谓的无忌性 因为这个 应该说 如果是有善恶的话 其实已经是有违法了 那如果是跟这个 这种心性本性无忌 无忌性来说的话呢 那这个还是 因为他继承了 说一切有不的这个思想 于潔是不是继承了 说一切有不啊 再加上进步的了 好 那这个是 这个于潔实地论的看法 他会比较在 这个心性本境的这部分 是认为他是无忌性的 那辩中辩论来说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论点里面说 非染非不染 非境非不境 心性本境为课程所染 那这也就是 他还是依心的空性来解释 因为透过空性的话 会有不二嘛 不落这二边嘛 不管染与不染 近与不近 那么应该要不落二边 那这个如果能够 那也因为不落二边 而显现出什么 心性的本境 那为什么我们的心 无法清静 是因为被课程所染 是被课程所染 所以这里有讲到 导师就讲 既然心性本境 但是又被课程所染 是多么难以理解 就因为这些很容易 不是就说 它就变得非常细的东西 尤其有不同的这个角度 那么来讲 所以我们这个也会常看到 它就像我们讲的 这个珍藏维心系 它里面也是本境的 然后课程所染 它其实也还是用了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出来的 那大圣庄严论 也讲到 非静非不静 佛说明为如 所谓的如 它是非静非不静的 因为所谓的如 它是空性 是心性的意名 那既然是空性 心性 尤其讲到如 是真理现象的展现 所以它算是理言而不可说的 那也因为不可说 所以说它非静非不静 非染非不染 那心性本境而为 课程所染了 那么这里说 都是什么 方便安利的 它只是一个方便说了 等于说它 这种所谓的真如 的这个如 它是不是也是 应该是清净无染的 但是我们说 我们也具有这样 清净无染的这个心性 但是又有课程 为什么会还会 这些烦恼 我们都把它当课程 是因为方便安利它 不然话说 要把它如何放 前面也曾经讲说 它是依附 有没有 那种清净的种子 依附在什么 不清净的那个 杂染的那个 奥赖也事里头 是不是 就是说 它这种很细节的部分 就比较困难 是因为 其实它从相友来讲 就是困难的了 如果缘起信空 反而没有这些问题 因为缘起信空 中关系来说的话 它比较从原则性下手 那这些人 因为要去解决 这些现象的时候 就很麻烦 又要有清净的 又要有杂染的 那它如何能够 同时存在 本来就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情 尤其从现象上面 来解释 所以大圣庄言论 这边 就是譬如 清水会浊 这个 汇除还本清 自心静一耳 为离客程雇 所以它还是用客程 这样子 其实这个都还只是 方便安利 所以像这个 心性静或心真如 来说的话 其实也都是在表达 那种自心的清净心 那我想这个部分 已经没有办法 很详细的来讲它了 那所以 余杰行者来讲的话呢 都约真如来说 自心的清净来说 如来藏 所谓的真如 也就是 那个真理的现象 所以 但是把它说成 因为 为事来讲的话 因为它都要立在 心事上面 所以它跟心 还是不能脱离的 所以它还是要讲到 自心清净心 那这个自心清净心呢 那么也就是所谓的 如来藏 因为这个心 还是直多的心 也就是它是无形的 是虚妄分别出来 与那个真如的心 有不离的这个关系 也就是 如来藏 与如来藏 是不相离的 尤其到真 常为心系里头 圣漫经里头 也会讲到 有什么空如来藏 跟不空如来藏之类的 或者一心开二门 有心生灭门 跟心什么 真如门 那这些呢 其他也都会 有可能 等于说 它会 会结合到一起去 所以 尤其 相对的 对望心来说 因为 为事系 它属于望心系 对不对 真常系 它是不是属于真心系 所以这个也会提供 真心系的一个 很重要的基础 虽然这个都还是 站在为事的 这个立场来看待 但是因为 所谓的心性本境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利润的基础 其实它跟 那个真常回心系 本来就是 非常的接近的 所以为事论里面 就会有所谓的 一者相应心 跟什么 二者不相应心 所谓的相应心 就是跟烦恼 结识会去相应 会跟受想形式 这些去相应 一旦相应了 是不是就会起烦恼 所以这里的 相应心 反而是烦恼心 不相应心 反而是什么 自信清静心 所以这个也会提供 后来的一心开二门 是心真如门 还是心生灭门 为什么会心生灭 是不是因为 也还是相应了 这些受想形式 色受想形式 色身相畏触发 是不是去跟外境相应 我们就会起伏 所以后代的于且学者 大多必而不谈 免得有视我真如的嫌疑 也就是说 虽然他也有时候会融合了 所谓的这个 叫如来葬我 或者心性本境 尤其到心性本境的时候 是不是跟真常为心的真心系 会非常接近 所以他这个部分 他反而会避而不谈 因为免得好像会融到一起去 因为围是他本身 他的理论基础 已经非常雄厚 其实我们说 正常为心系 他起得很早 他真的是起得很早 但是他成细很晚 是因为他的理论基础不足 不够 他后来又去摄取了 围是的东西 之后他才成细 所以这个也是太虚大师 跟应孙导师 在判三系很大的差别 太虚大师 是不是把那个 法界原觉中放在第一 之后才法性空会中 法相为师中 但是导师 是不是先判的是什么 那个性空为明系 虚妄为师系 正常为心系 判到后面 是因为 那个正常为心系的理论 要形成其实是很后面的事 我们说念佛法门 其实起得很早 但是念佛法门 在刚开始 不一定有很深厚的理论基础 对不对 所以 这里就讲到 因为后代的于潔学者 大家都避而不谈 不谈心性本境的问题 因为很容易跟四我真如 会混淆在一起 好 那这是于潔对心性本境的这个问题 那以珍藏对心性本境的主张来讲的话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正好他要发挥的地方啊 好 所以如来站我在一切众生当中呢 具足如来功德向好庄严吗 这个是不是反而是正常为心系 他的非常主要的那个思想观念 所以在传播当中呢 他会与自信清静心去做了结合 由于清静的这个如来葬在众生的身中 只是他被烦恼所负的缘故 所以我们常讲 如果我有一颗这个清静的模拟宝珠 我怎么不觉得 我怎么不知道 那我们就说 这个是被我们的烦恼所怎样 覆盖掉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不到 我们感受不到 如同那个穷子 那个应该说 法华经里头不就讲 那个一个很穷困潦倒的朋友 到他的有钱人家的朋友家里头去 喝到鸣鼎大醉 朋友还缝了一颗模拟宝珠在他身上 他不知道他出去了 是不是还一样穷困潦倒 等到他再碰到那个朋友的时候 告诉他说 我已经给你缝了一颗 那个在里头 你怎么还这么穷困潦倒 等到他去把那个翻出来 哦 确实那个是具有很大的价值 所以这个也是在讲 我们的那个善根因缘嘛 常常我们也被我们的什么 烦恼所复辟 如果能够慢慢的去清除的话 我们的那个善根因缘能显发的话 我们也能够体会到 佛家之父啊 是不是 佛法是这么样子的富足的 因为佛法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尤其在这种生命的历程里头 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 只是我们往往都被课程所染 这样子理论其实不需要很多 是不是大家也容易理解 所以大圣佛法 它本来就有那个广大的意思 只是最好的大圣是既生且广 但是生不了的时候起码 它还是广的 简单的理论来讲的话 它是不够深 但是它够广 它反而够广 所以这里就讲到嘛 这些其实都会跟这个 课程所染这些呢 有相同的意义 所以如来藏的本意 是所谓的真我 在无我的这个佛法的传统里面 总不免神话的嫌疑啊 因为一旦讲到真我 犯我 大我 神我 是不是都是有我 一旦有我 跟这些都难免 比较容易怎样混淆 佛法跟其他的外道不同 就在于无我嘛 是不是 是不是就在于我 所以一旦讲到真我 或者犯我 或者什么我 都容易跟外道结合 会有神话的嫌疑 所以说如来藏 是自信清静心的真心 那么也转化成如来藏 那就反而 这个就大行其道了 流行起来了 那接下来的这几部经呢 都是属于真常维心系的经典 像央权摩洛经 不增不减经 圣蔓经 所以我们比方 印度佛教史 读完以后 可能可以去大分一些经典 某一些经典是哪一系 可能应该要有一点概念 因为这过程当中 虽然我们没有一步一步 知道它的详细内容 但是起码 那个重点的部分 是不是都比较 还多少看到 起码还看到经文啊 对不对 都还看到经题啊 经明 好 像央权摩洛经 也解说 为声文说记中的这个义 等于是 讲它的圣生的含义的意思 就像前面讲嘛 他反过来讲 说是为了 跟声文讲无我 等于说让它进入无我之后呢 才知道说 哦 原来如来藏我 还比那个无我是不是更深啊 前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嘛 所以呢 这里就讲到 所谓的这个如来藏义来讲的话 是自信亲经 以示如来藏 是胜于一切的法 甚至还胜过 这个所谓的无我 因为它要去表达那个如来藏我 所以一切法都是如来藏 所造作出来的 好 所做 好 那不增不简经呢 好 这里也讲到 好 经文里头说 我依此清净真如法界 为众生故 说为不思议法 自信亲近心啊 也就是说 是依着 清净的真如 法界 来说如来藏 好 因为我们所谓的真如法界 是不是就在讲真理的现象啊 其实 不管是 信空为明系 虚妄为师系 乃至于真常为心系 其实都是希望能够去怎样 透过真理法则 而达于真理的现象嘛 好 那这种现象 信空为明系 是用诸法实相 或者叫诸法空相 对不对 为师系呢 它会用什么 原成实相 好 那或者用真如法界 好 那为 这个真常为心系 好 真常为心系 它也会用真如法界之类的 好 那这些呢 来说如来藏 等于如来藏跟这些 真如法界会结合在一起 好 那也依着如来藏的相应 出这个不思议的佛法 也就是清净的功德 好 那这些呢 就会跟 呃 因为为师系 它也讲真如法界嘛 所以它会通于于且学 会跟 呃 虚妄为师系 是不是就相通 那圣漫夫人经 这里也讲到说 以如来藏为自信清净藏 自信清净藏就是自信清净心 如来藏呢 有空意 有不空意 有没有 有空如来藏跟什么 不空如来藏 好 那它的这个空如来藏 反而是这个 呃 雜染的 不空如来藏 才是清净的 好 因为 他们还是从 有的角度来看 好 所以他们要的是 不空的部分 好 因为他们会 一般都会认为 好 不管为师系 或为心系呢 它会认为空 是空空如也的空 其实我们说 呃 这个 性空为明系的空 并不是空空如也的空 对不对 它不过只是一个 否定式的符号 在否定什么 自信妄知嘛 对不对 自信的存在 好 那有自信的话 它就会有特殊性 就无法平等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空性 是不是在展现平等性啊 其实在展现平等性 而不是空空如也 好 所以这里就讲到说 如来藏制呢 就是如来的空制 如来者即是 如来空性之制啊 如来藏者 就是如来空性之制 其实也都是在表达 那个去 能够触碰到所谓真理 透过真理法则 而达于真理的现象 好 那这个也就是 所谓的如来空性之制啊 好 因为对空性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 呃 这个 其他两戏是向有 对空性要有所 好 能够回应啊 好 也就是说 其实不管哪一戏 其实都要去 呃 要能够去怎样 去表示何谓信空向有 其实这是一体的两面 好 只是不 只不过呢 信空为明性会比较偏在信空上 好 那 为视为心系 它是会比较偏在向有上啊 好 所以它对空性这样子 解释的少 好 那信空为明性呢 其实对向有的部分 也很简单的 其实它就是原起法 原生原灭的像嘛 所有这些像是不是都 就是在原生原灭的过程啊 好 其实就只是原生原灭的过程而已啊 但是如果 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真常为心系 它是不是还是向有啊 它比较重在向 它对信空是不是一样要解释 所以它说 如来藏者 即是如来空性之治 有没有 好 还是如来空性之治 好 所以呢 它会刹那刹那生灭不住 好 那么不能来成立受死 受生死苦 求得涅槃呢 那么生死于涅槃来讲的话 就非有常住的这个如来藏 唯一不可啊 它不会认为 这个既然刹那刹那都在生灭 一切都无常 那如何的去 讲说整个的那个生死的轮回呢 反而会觉得说 应该要有一个 常住的如来藏 长长久久的 它会把那生死的轮回 建立在什么 常住的如来藏 所依不可啊 因为也要有依之后呢 它才能跳脱出来 一般我们都会习惯有依 因为我们的依赖性是不是很重啊 我们的依赖性是非常强烈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很深层的 尤其是无始节来的什么 自信妄直 也是我们的所依 最根本的所依 最深层的错谬 就在于我们的自信妄直呢 所以我们都常常会觉得 我要先有所依物 我再来建立 所以信公为名系 它反而 它不是用这个方式 对不对 它反而先破除 破除破除 反而从破除当中 我们才能够怎样 解脱跟超越嘛 我们如果一定要 要求一个所依的话 其实我们是不容易解脱超越的 一旦依在那上面 我们虽然说 先让我们方便依 之后 希望我们再跳脱 是不是不容易啊 正常维心系 也是先依在有我上面嘛 有个如来藏我 是为了方便摄影外道 有没有记忆有我的这个外道 希望依在如来藏我 让他入佛门之后 是不是也希望他能够打于我 但是是困难的 因为根本还没打于我 之前他已经 我们已经怎样 就已经依在那上面 而不肯放了 而不愿意放的 那维师系也是这样啊 虽然我们要依在事 来说静是不存在的 好那我们已经知道 那个静的不存在 反过来能锁的问题 相对是不是那个事 也应该不存在 不是说他不存在了 就是说他 他不是真实不变的 他是不是也是无常的 去破除对事的那个依赖 因为我们容易依在那个事上面 依在心上头 我们都会以为说他是常住不变的 我们才觉得是有所依啊 但是一旦想要常住不变 是不是已经被绑住了 已经被束缚了 所以这里讲到如来藏 通过自信清静心的话 那么跟这种生灭的旺事呢 就开始有关联的说明 所以他们就有 就会有融合的这个机会 那这里讲到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仲介者 就是什么奥比达摩大圣经 因为所谓清静无常 珍藏清静的如来藏心 跟虚妄生灭的什么 欧赖也是的心 来说的话 看起来是不是对立的 一个是珍藏的 一个是无常的嘛 是不是 一个是清静的 一个是什么 杂染的 一个属于真心系 一个是不是属于忘心系啊 那真心系就依在如来藏上面嘛 忘心系是不是就依在什么 奥赖也是上头 看起来是对立 但是渐渐会联合起来 那么就如同仁结经所说 如来藏 藏是心 透过如来藏 它也是一种藏是心啊 所以呢 导师说 这个奥比达摩大圣经有重要的 仲介机会的地位啊 其实就是从 这奥比达摩大圣经典 把他们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贯串啊 那么这也可以看到 吴卓的这个摄大圣论 也是依着奥比达摩大圣经的 这个摄大品 摄大圣品来造的 它的组织次第也都是依着这部经 来成立大圣为师 吴卓 吴卓世心菩萨已经 那个论点已经足以成细啊 所以叫做大圣为师系 大体上也是依据这部经 所以呢 奥比达摩大圣经 会是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仲介 它的这个仲介呢 也等于是把 真常为心系跟虚妄为师系 做了一个贯串 因为 像奥比达摩 奥比达摩来说的话 它也比较属于声闻的论点 因为在布派的时期 那大圣经典呢 因为它这个也算声闻 跟大圣之间的一个过渡期 那再方面 它等于是把这两个系呢 结合到一起 那么根据这部 奥比达摩大圣经 除了贯串了这两系之外 我们可以从 这个 吴卓的这个 摄大圣论里面 可以看到 那个也是依着 奥比达摩大圣经来造的 虽然这个组织次第 这也都很清楚 都是依据这部经典 所以我们说 奥比达摩大圣经典 也等于是 贯串了这两系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界者 好 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